在节目录制现场 主持人孔曼与三姐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 可以确认的是拆迁协议确有歧视 但三姐坚称已经无法找到 针对三姐的说法 张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要说他们三个跟我母亲 那就是正式和我三人被安置人口四人 或者五人 这成立 对或者五人或者六人 我觉得这种可能也有可能 是吧 刚才也说了也有可能 所以现在就是要找到这个协议 那我就想问一下律师 这个拆迁协议有可能会在哪些部门呢 是这样的 一般我们根据这个拆迁情况 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单位掌管这个文件 第一个我们想签协议的双方 就是拆迁单位和被拆迁人 肯定是人手一份 双方各执一份 另外他要看他的备案机关 一般我们说 可能央产机关的他管理的房子 会除了我们的房管部门 留存备案一份以外 他的上级主管的央产部门 也会留存备案 就至少要有四份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普通市面上的 这种商品房进行拆迁的话呢 除了我们拆迁双方手里各执一份的 我们的行政房屋的管理部门 他会留存备案一份 但他那一份是怎么提交过去的呢 是由我们的拆迁单位 把所有的资料归整完毕以后 移交给我们的行政机关的 肯定会有一个第三方的部门 会有留存的这样一个档案对吗 对,按照流程 它应该是保存的每个档案